6.台北關渡宮 專業導覽 還記得嗎 可見你年紀不小了 還記得包裹兩隻藥物 可見年紀不小 關渡宮連續19年 第一年 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大台北地區只有關渡人在那邊靠打魚 自從二重書道開了以後 聚落的人都被牽走之後 關渡人就不再抓魚 所以到重浪的時候 應該從民國八十年到現在為止 明明是要到關渡 為什麼 已經不是下水了 這也是從這裡 19年的家績可見關渡人的 所謂的生理產業型態 這個大德真是特別 生理面 你還知道以前生理面工廠在北投 就是北投生理面廠 你還坐那個 做那個淡水線火車 有沒有淡水線火車就會經過生理面工廠 好 現在我來回復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會有古活動 然後古活動裡面的祖尊是牽手觀音 然後接下來再馬上就扯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關渡公到底是佛教還是道教 剛好這一定把這個問題給舉行 稍微看一下 不好意思 接手觀音在我們後面 主治神 正殿在那裡 好 先說一下 關渡公的開基組 綿延法師 我們又稱為綿延和尚 他是出家人 他是帶著那個媽祖的相來到山上 我們先蓋一個草廟 這就是我們的開基 那時候就是1712年 所以到現在為止到310年 原因是在這裡 好 那為什麼那個 出家人怎麼會帶著媽祖像呢 因為那個台灣第一座媽祖廟 我們本身就是出家人在住此 因為司昂打下台灣 然後呢他把鄰近王谷捐出來 蓋的那個什麼那個媽祖廟 那時候呢 因為他是屬於官廟 所以就是台南四點天后宮 那就是司昂帶的 至於開基天后宮 雖然最早 但是他不是官廟 當初請誰來住持呢 請從泉州的寧記中的法師來住持 所以後來的那個什麼呢 北港的那個曹天宮 還有其他地方的那個什麼 最早期叫的出名號的 你知道超過兩三兩百年三百年以上的老廟的 那些法祖廟呢 都循這個規律 你的住持一定要從寧記中派法師去住持 所以呢 早行媽祖廟都是佛教 然後呢關渡宮的公使 綿園和尚之後呢 後來傳到第三代十星和尚 接下來散修一直到 總共七代八代 到那個什麼光緒二十年 不是甲午戰爭之後二十一年割讓給日本嗎 到那邊為止呢 都是關渡宮 都是由僧人在住持 那也因為在甲午 在那個乙衛戰爭 就日本人在要接收台灣的時候 不是各地產生那個 那個就是戰爭嘛 就是我們講 我們這樣反抗 我們叫抗日他們叫叛亂 鬼亂他們叫鬼亂 然後呢 因為關渡宮的僧人 謠傳有參加 所以日軍到這裡來說 曾經把二媽用刺刀砍要放火燒 原因就這樣 那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後來是被龍行 龍行的連夜把這個關渡媽引救了 這就是為什麼那個 我們那個過完年之後呢 要繞境 就是要叛媽咒 叛乾倒媽 那邊有一間那個 非常那個 對 你們是就是龍行地方 優先叛媽咒 就是因為這個事蹟 一直藏到那個什麼 亂屍屏調 就是以前就我們也有抓癮 蛇血 現在叫龍行 好 你就可以知道關渡宮 基本上都是出家人在出入 所以你們想想跟想也知道 那個既然是出家人 在主持這個關渡宮的話 他的滑費一定是用徒教的滑費 好 那日本人來了以後呢 到了日治時代呢 他尊重 他尊重這個滑脈 因為全靈濟中的徒教人就走了 怎麼辦呢 我們在日治時代呢 這邊歸那個日本的朝動中管理 所以由朝動中派生人來管理 關渡宮 所以說你看看 關渡宮本來就是佛教啊 怎麼後來會變成道教呢 這是反而是戰後 國民政府來的時候呢 他要用依照那個什麼 內政部的宗教法辦寺廟重新登記 哇 他的標準就定了一個很嚴格的標準 就是說 你要登記了佛教道場呢 第一個你要有常住宗 就生人啦 出家宗 第二個要有滑脈 滑脈就是你是禪宗什麼宗什麼宗 什麼宗的 關渡宮什麼都不是啊 因為他就是出家人住宇 但是有信眾來當功德會來供養 嗯 那你看寧紀宗早就自以前就已經走了 然後呢 戰後日本也跑了 關渡宮現在是由當地的家族在幫忙 幫忙維護 所以只好被登記到道教去 原因是在這裡 你說道教好高興啊 怎麼增加了一大堆公廟 道教才不高興啊 你要知道道教其實也是有很嚴格的教派喔 他有什麼太乙有沒有 毛山 那個道冠 我曾經穿過道冠 都穿道袍那帶帽還是素滑 每天還是要有修行的 你有沒有看過道士下山那部戲 你看那道教也是有他們自己的滑脈 也是很嚴謹的 啊 所以所以就造成了這個亂象 所以現在道教協會裡頭 一大堆公眾民進宮廟都擠進去了 在座各位你們在拜拜 有沒有需要去管這些事情 不要 你們知道關鍵事情 靈不靈比較重要 我知道齁 這三十秒 你管他什麼叫 所以因此 其實我本身我是華古山的 我是 我那個 林大學的時候就唯一聖言法師 我是果之輩的喔 你知道這邊有華古山的師兄弟都知道嗎 你只要跑去 在果之輩現在都是慌張等級的 都是重要職勢 就是領導幹什麼 職勢慌張 所以我去那邊只要講出我的華號 都即時出家來都要叫我師兄 為什麼 因為我很早就唯一 但是我實際上是正經弟子 可是我本來是不違背啊 因為我做的是一個文化 當然會很深信 民間的信仰 其實對我們社會是有很好的一個 療癒了 好 所以剛剛有師兄問我 到底是道教佛教問題 其實根本就不用去討論 好這樣就進入第二個問題了 為什麼會有那個千所觀音 這就是必死喔 因為呢 我們在竟然到日治時代 日本人的佛教裡頭有暗藏的部分 這個密教的特色 曾延宗 你們有沒有去過那個什麼 那個慶修院 在吉安鄉那邊 對 他以前就叫吉野部教所 因為吉野鄉 吉野當地呢 他們來自四國 整個四國他們的信仰 就信仰曾延宗 那後來因為不是推動移民村嗎 這些移民被強迫移到這個花蓮之後 他精神空虛 他還需要宗教 就從這個四國 把他們的真言中 把他牽過來 就在那邊蓋了個吉野部教所 就是他們的道場 就有點類似 西方人到個地方開墾 一定會先進 一定有個教堂 假日休息的時候 至少去那邊做個禮拜 好就像我們的移民 對不對 我們假如你是從張州來的 然後上了暗總之 要拜拜張州 開張聖王嘛對不對 你是那個徒安來的移民 總是要拜你的守護神 保安保生大帝嘛 意思是相通的 好 所以呢 原來我們這邊 就是過去就是很重要的 那個曾延宗道場 有一個中有名字叫 西國三十三觀音 你們騙馬上去 西國三十三觀音 他們就是這樣 他們有個習俗 就是弄個石碑 上面有很多密教的觀音 他會編號第幾號 他們一輩子當中 就在這個地方 我要把每個石碑 都要朝山 都要拜得到 不是一口氣啦 今年我們拜這個 明年拜這個 他們有這樣繞著在拜 那種西國三十三觀音 那種東西呢 在哪邊可以看到 巴黎 林寅常寺 看得到 基隆的仙洞 看得到 這邊過去也曾經有 但是後來都流失了 尤其最嚴重就是去植民化 就是國民這種來的 就是去植民化化 把這些都破壞掉 現在才知道很珍貴 那這就是西國三十四觀音的時候 才發現 一研究之下 原來關渡巴黎 林口就是牽手觀音稻草 巴黎的林寅常寺 主尊是不是牽手觀音 林口那個竹林常寺 主尊是不是牽手觀音 關渡過去也是 關渡的那個 有一個小小尊的牽手觀音 就自治時代的在關音店 但是後來這個 因為這本來黃空洞到來 到這裡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 有沒有看到那個痕跡 這個 這個 到這裡來 以前黃空洞到這裡來 就在這塊 後來 後來那個戰地 戰備解除之後呢 就直接把它著偷 出去那邊就是峭壁了 那峭壁的盡頭就是牽手觀音 等於就是 打過去那段歷史 牽手觀音的 那再把它恢復過來 所以你會很奇怪 關渡宮不是拜媽咒 怎麼會有佛教啊 關渡以前自古以來 拜媽咒本來就是佛教 所以說 你們如果來參加我們 關渡宮的那個 法會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 佛道的融合 譬如說禮道法會 我們課堂上講說禮道 禮道 點燈拜斗是道教科技 可是我們在結束的時候 通常法會結束 按照民間的信仰會來辦什麼 辦復師 對不對 先靠軍 扣軍應該知道 靠賞兵將 扣軍完畢 再辦復師 那是各地的系數 我是講法會結束的時候 你只要執行法會的ending 任何法會結束都要做均跟品質 為什麼呢 因為做均 因為我們開盤 我們任何法會要開盤的時候 一定要請這些 那個什麼呢 兵將 事實上就是五路兵將 就是那個中臺元帥 三太子所管的東西 南北營的四路兵將 來扶持這個道場 結束的時候要靠長這些兵將 扣軍就是把這種 拜拜拜完的時候 這些貢母先不收嘛 對不對 執行扣軍 把靠長完畢之後 就叫他們各規本 你不能再出來認識生規 好 扣軍完畢之後 這第一還是不動 接下來開始辦陰的 就是吐司 吐司完畢之後呢 要燒一些褲銀啊 那個什麼那個 還有那種銀衣啊 完畢之後 這環會才結束對不對 在觀眾公司執行這個 觀眾公司執行什麼 宴口 宴口是活叫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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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找出家人放宴口 為什麼會有宴口 你知道是用意嗎 不是啊 木建年 木年生救母 他的那個 媽媽就是因為 這年也生中 都沒有辦法吃 瘦到皮膏 可是呢 拿東西給他吃的時候 垮成一盤火焰 為什麼 就是因為瘦到懲罰 所以明明二的辦事卻第一名不敬 這才叫懲罰 啊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那個才用 他後來就 他就是用那個 才會有於南盆火會 就供養 把這種供養功德 讓他媽媽找了幾多 惡鬼道 所以放宴口 事實上就是這樣 讓這些惡鬼們 把這個喉嚨撐開啊 撐開 好好保餐一頓 就是放宴口 大家知道 當然我們關獨公 宴口 辦宴口 你是可以在那邊看 可是在佛教寺廟 畫宴口 我們在家 我們沒有受過界 是不能參與的喔 我們是不能看的喔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真正的無形問題 啊是不是有沒有 你不要惑我 這就是宗教習俗 就是這樣 所以講了這麼多 你問那道道 那關獨公當然是道教佛教 我會死亡吧 你就管那佛教道教 這樣了解 好 我們這邊走 來 一個叫被水天火天 焦底下踩著那個妖魔鬼怪 那個過去之後呢 就結界了 我想就是所有的 那個妖魔鬼怪無形 都不能再進來 然後我們剛剛沿路走過來的 看起來像人不像人 像鬼不像鬼的半人半獸 那都是千手觀音的28部將 都是來自印度教的傳說的人 鬼神人物 雖然很多名字都是犯人翻過來了 什麼 潔達佛吉納羅 阿修羅等等 對啊 那這些呢 這些其實 這些鬼 其實你也可以說 但是問題三個 應該是說 他們出現的 祕教要更早 因為這又是印度的佛教史 他還沒有佛教的時候 他叫做佛羅門教 他本來就有印度傳統的鬼神 後來佛教興起之後呢 這些佛羅門教的各路鬼神 變成佛教的父皇 到了佛教沒落的時候呢 這些又出來就變成印度教 然後印度教呢 後來就跟佛教結合之後 才出現了祕教叫坦特佛 那個祕教就傳到了我們中國來 其實就是這樣子 這樣互相翻來翻去 所以祕教裡頭 為什麼會有這些元素 本來祕教就是印度教跟佛教的結合 印度教這些來源就是更早 所以蘭花他們主要在西藏 其實是在那個 那個 中國被印度中間遭遂的地方 所以它兩個宗教會比較 邊緣會比較 這個喔 這又說來又蠻複雜的 因為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祕教它也分好幾個層次 比較雜密是出現在很多經典裡頭的咒 後來開始有了粗密 就是我們稱為東密 因為它被傳到日本去 這就是日本的祕教跟我們所謂的藏密不一樣 至於藏密的話 那已經是更後面 那是因為蓮花生活活 把那個 它是把印度的 剛講的那個什麼 印度教跟那個 跟那個什麼 佛教結合之下 然後帶到藏密 然後帶到西藏 後來因為蓮花生活活 帶到西藏之後 再把西藏的 當地的那個 那種 衛術的叫做 本教 西藏本來就是本教 那因為後來 那才對 對 所以 對 因為把它蓋下去之後 所以就是為什麼 張密宗又有很多他們 只有西藏人才知道的 一個烏魚文化 這個 對 看誰喔 這樣到肉園 不是我學問多好 因為這必須要先解決 對對對 不然會 會以而傳而 好 那我們現在就再把他回禍來這裡 然後就說 談到這個 既然結界 28部將都已經到位的狀況之下 在座各位 這條路這麼乾淨之下 我們馬上出現一個最兇猛的護法神 就 韋國天尊 韋國天尊 是 神跟佛最貼身的護衛喔 常常在大雄寶殿上 常看到一邊是韋國 一邊是齊藍 對不對 因為他是非常貼身的 四位 但是他的位階 是怎麼樣的尊貴呢 事實上他是四大天王的 底下部將上手 因為 傳說中的每個天王底下 都會有七個那個護法 然後就四大天王完成護法 護法神像會有部將 那其中藍天王為上手 所以他又是藍天王 那個部下裡頭的上手 上手擾盪 所以常常為什麼要做尾頭天尊 做一個尾頭天尊 代表四大天王 28個部將都到齊 好 各位 這個時候尾頭天尊 有分兩種形式 一種叫做 護衛型的尾頭 怎麼樣 有沒有看過尾頭這樣 這一個叫做長頂金剛齒 是一種非常缺德的武器 那種缺德呢 因為你看到刀子用砍的 劍用戳的 這種是插進去再轉一圈再出來的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缺德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武器 可是你看看長頂尾頭怎麼弄 護衛型是不是像這樣子 抓著他擺這樣子 有沒有看過這樣子 或者是擺這樣子的 這樣抓好 為什麼呢 對 既然這條這麼乾淨 所以因此他就不叫嚇人了 所以我們就出現了 這種是另外一種最和善 叫供養型的尾頭天尊 就直接放在這裡 歡迎大家光臨 所以寺廟在設計是有國籍的 那這條你看 又有火天 那樣的水天 金剛 又已經做好結界 又有28度降 在那邊所謂 走到這裡還要嚇人 幹什麼呢 所以這時候就用護衛型的尾頭天尊 這個設計者呢 就是這位 有一個人叫普智 就是我們王連勝老師 在這裡 作者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1976年 普智 就是我們現在 他的還在辦畫展 今年九十六歲 十二歲 這叫普智 他年輕就歸依國教 對 所以剛剛不是講話 說理師求諸也 你不要以為我學問 我們什麼什麼都知道 就是靠嘴巴問 就是學問學問 多問就會了 就是 因為我們很好奇 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就告訴我們這樣的結構 所以說 對寺廟 你對董事長 對他們那些來講 他不會種那麼多 他只知道你一個 一個合理的說法就可以 這樣OK 這樣滿有道理的 所以一直在做一個叫 復衛 供養型的尾頭天尊 原因就是在這裡 是 OK 尾頭天尊 有一些是可以掛單的對不對 尾頭天尊有一些是 如果是 是放在混的是可以掛單的對不對 不是不不不不不 不不能這麼說 有一些佛式不是是這樣 主要佛式都可以掛單 但是它前提是 如果你是出家人的話 基本上都會招待你 如果不然的話就需要有那種有關系 OK logo 化單單只是一個投訴的 名字 不是委託站這樣子 這個不能去不能去 他會打著 沒有啦... 沒有啦 是 有一點贏過其實 在這種歷代以來牽手觀音的表現 我們的店主在這裡 開玩笑跟我們的好朋友 牽手觀音很少會真正展現一千隻手 因為你知道在我們傳統思想裡頭 很多數字都是概念數字 或者用倍數的方式 那觀渡宮自己二十四 事實上是那個真正四倍是他的本尊 他四倍本尊 譬如說雙手合十 然後呢或者是這樣呢 做這個這叫做禪定對不對 禪定再付錢 然後呢手捧那個牡蠣寶 其他那二十隻各邊十隻 那就是他的變現 他所有他的法器啦 他的持物啦 都是來自密教的儀鬼 但是呢我們也說了 那個我們民間的寺廟本來就不像佛寺 有那種叫做儀鬼那種經典那種的 很嚴格的要求 他會把當地民間信仰會融進來 所以你們很少看到有千所觀眾會拿文公尺 靈資 這是民間的 這是我們傳統思想才會用到的 這個文公尺呢事實上是拜道的時候會差一個文公尺 亮度迎來嗎 做人要尺度嗎 對不對 因為做人有所尺度的話自然就會怎樣亮度迎來就不會惹到不該惹的事情 那他不管怎麼樣就是說反正我們的那個什麼那個民間的信仰本來就不用受到那種什麼官方的啦 那種佛教的儀鬼啦經典的那種什麼那個 束縛 束縛到對沒錯沒錯沒錯 好那我們就從這邊出來 好 盡量不要從那邊了我們還是遵守 老師請問 那上面那種是不是這個不會洞窟 蛤 那個那是洞窟嗎 那個 那一般來講他是垂下來他就是屬於垂 他只是做成什麼做成那個公登席的釣筒 所以他稱釣筒 欸怎麼樣大哥 那個 現在我問他這一尊他是木雕的吧 對對對 那他會他是那個手那種是 那一塊木頭雕的嗎 對啊就筍接一定筍接 就算是小樽也要筍接 要筍接 因為他手被你這樣不能叼 所以他基本上你去看過很多那個雕刻的話 通常這一定是坐到這裡那邊挖個洞然後就筍接 他沒因為木頭物理現象不可能這樣子搓搓搓搓 這樣會一定斷掉的 只是說他在做他刻完之後呢他一定會表布貼圖 表布貼圖再在修壓給之後再安靜彩繪 所以你會看不出來他的接筍的地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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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io Google 標高